看前铁格战,爸妈都说棒 昨天买了冰封战胜的皮肤,玩了一把 让寻猫我体验到什么叫做非一般的感觉 玩起来是真的爽,重的人头又是真的多 那这次咱就来试试这个美猴王 据说这款皮肤好像没有什么特效 打击感也非常的一般 但是就冲他名字里的三个字 美猴王,我就必须要买 这是一种信仰,那么咱就去实战一下吧 哎哟哟哟哟哟 冰封战胜 小瓜皮,老夫很有缘分的 看来我们这两个反尝皮肤也一起并进作战的 可以看到这匹老狼马和默契的跟我走到了一起 一红一蓝 这该不会是传说中红蓝大把的亲生父母吧 童爷爷和蓝奶奶 你太阳了才蓝奶奶 咳咳咳,扯远了扯远了 玩了一会儿,这个皮肤给猫哥的感觉就是 很不咋地,真的很不咋地 模型和手感还行,但是就有那个打击感啊 打击的音效啊 明明咱猴哥是很有力的抄下去 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暖绵绵的 声音也是跟树叶一样的嘎吱声 非常的咯 好,可以看到 香香干亲碗笔线在这里蹲一波 好,来了 吃暗老虽一气闷棍 要紧,受食 呵呵 常规操作,常规操作 诶,这里有个短腿老皮肤 我叫你前妻跟我玩啦 你喜欢玩是吧 我叫你啦,叫你啦 诶,等等 总结有个老雅说在欺负我们的狼奶奶 不可老鼠 他可是跟我一样的尊贵的反场先例皮肤 上去去给我们的冰封战神一顿双剑合并 然后就把人头让给我们香香 总的来说呢 这个皮肤毛哥是不建议大家入手的 当然你有钱或者你是猴子的忠实玩家 那就另说了 其次你必须要很好的心理素质 才可以拥有它 你看看 毛哥这么好的战绩还被人骂 嗯 这不明摆着羡慕嫉妒我的美好王皮肤吧 这些呢就属于典型的得不到就要毁掉它的类型 所以说 买个皮肤还要被骂 多可怜啊 你们说对吧